本期東南軍情都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內容 中華聯合研製發動機亮相 會為武之時提供澎湃動力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渥州16 總體的這個功率和性能 讓人有很大的期待 F22跨靈巧炸彈變身戰場多面手 中國經20獲具備相同能力 F22本身是隱身的 具有很強的突防能力 運20首次進行人員空運試驗 檢驗遠程冰原投送能力 那麼我相信未來他在戰場上 參與真正的軍事任務的過程當中 那麼同樣他也會得到另外一個滿分 首先他這個貨艙尺寸 你這個躺住啊車上能塞進去 這個實際上是有前車之艦的 像俄羅斯的伊爾76 它的當時設計就有些缺陷 我覺得首先是必須要考慮人員的舒適度的 你要沒有這個 我覺得這個戰略運輸機 它自身的價值會大打折扣的 軍事專家陳虎 李莉 秦真 魏東旭為您深入解釋 各位好 這裡是東南衛視 東南軍情 接下來馬上進入軍情 大家看 首先我們有請軍事專家陳虎老師來到演武士 歡迎陳老師 好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條 最近有一段視頻展示了美軍F22進行武器掛載的情況 令人驚奇的是 F22掛載的是一種體積非常小的彈藥 那麼這種彈藥究竟是幹什麼用的呢 近日有視頻展示了F22掛載 GBU-390巧炸彈執行任務的畫面 這種炸彈重量只有110公斤 卻能夠穿透至少90厘米厚的鋼筋混凝土 並可在敵防空區110公里外投射 值得注意的是 GBU-39的尺寸很小 F22的內置彈艙一共可以掛載8枚 從而讓擔負制空作戰的F22 具備了很強的對地打擊能力 廣東深圳的網友敏西佳人問道 美軍為什麼要用昂貴的F22來執行對地攻擊任務 理解美軍的主力戰機的時候 千萬不要把它單純考慮成一個絕對的空幽戰機 美國戰機設計的時候任何一型戰機 它都要考慮到對地攻擊的 因為在美軍的理論當中 把敵機消滅在地上 這是首要的任意 至少也產生這種疑問呢 是因為大家在對制空權這個地方有一個誤區 其實真正奪取制空權絕不僅僅是空戰 更多的或者說更關鍵的 是要對地攻擊 一方面要打掉對方防空體系的關鍵節點 比如說雷達戰 指揮中心 那麼另外把盡可能多的敵人的主力戰機消滅在地上 因為在地上擊毀戰機這是最簡單最直接的 F-22本身是隱身的 具有很強的突防能力 在對方嚴密的防空火往下 去打擊這些關鍵性的節點 去攻擊對方的地面上的戰機 最有利的一個武器 所以F-22裝備對地攻擊彈藥 實際上是一個很正常或者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看來這款靈巧的炸彈對擴展四代機的用途幫助很大 那麼我們有沒有類似的炸彈殲20能掛載嗎 其實我們的四代機不管是殲20還是其他的 你必然也要考慮到對地攻擊的問題 我們在一些公開的展覽當中是可以看到的 比如說類似像雷16這樣的一些高精度的製導的小型炸彈 那麼既然我們在展覽當中都能夠看到 相信在實際裝備當中 我們給殲20配備類似的靈巧炸彈 在技術上是絕對沒有障礙的 好 我們來看下一條 近日中法聯合研製的新一代渦軸發動機登台亮相 困擾5G10動力不足的問題似乎有了新的解決方案 最近中航發公司展出了一款明星發動機渦軸16 該機由中法聯合研製最大功率1300千瓦 接近美國阿帕奇直升機裝備的T700發動機 如果渦軸16發動機能夠裝配5G10 將使5G10擺脫動力不足的車軸 性能可以向世界第一武裝直升機阿帕奇看齊 上海的網友呆蒙小奔問道 為什麼大家和媒體都這麼關心5G10換裝發動機呢 其實說起來5G10在很長時間受到軍迷和媒體詬病的東西 一直都是動力不足 那麼有一種說法是 最初使用加拿大火匯公司的PT6發動機 那麼後來這個發動機被美國橫插一刀 不允許我們在軍用飛機上使用 這樣一來就造成了5G10動力不足的問題 甚至有傳言說 因為動力不足所以5G10要減重 那麼對於一個武裝直升機來說 而且是重型武裝直升機 你減重必然要減配 所以動力問題對5G10是個大問題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渥州16總體的這個功率和性能 讓人有很大的期待 所以大家都在討論5G10這個心臟病的問題 是不是可以就此解決了 陳老師那麼您認為渥州16會不會成為5G10的發動機 一般來說5G的發動機它會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比如說上高原的問題 在高原你的動力是不是充沛 比如說在這個沙漠戈壁環境 多殺多封城這樣的環境 你能不能長期的正常有效使用等等一系列問題 這是武裝直升機發動機和一般通用直升機發動機 它的要求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呢我們講渥州16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並不等於這個東西可以直接搬到5G10上 當然這個技術我們拿到了5G10的動力問題 心臟病問題離解決應該是十日不遠的 我們共同期待吧 好陳紅老師接下來我們先來看一段視頻 剛剛我們看到的這段視頻呢 是意大利空軍在近期的一次飛行表演中的事故 墜海的是一架颱風戰鬥機 事故呢導致了飛行員的喪生 從視頻上我們可以看到啊 這架戰機在飛行員操縱下呢 繞了一個大圈爬上了雲端 在俯充拉起時呢一頭墜入了海中 那麼江蘇南京的網友雲夢叮噹問 飛行員在最後為什麼沒有選擇彈射跳傘呢 這種東西呢可能有兩種情況 一個呢他對高度的判斷不夠準確 那麼還有一種情況呢就是他在高速俯充的時候 腦部缺血出現了所謂飛行員所說的 拉黑的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麼這兩種情況一旦發生的話 實際上飛行員都不會做出跳傘這樣的一個動作 好的感謝陳紅老師的精彩解答 觀眾朋友接下來馬上進入的是軍情大揭秘 各位好這裡是東南衛視東南軍情 接下來馬上進入軍情大揭秘 近日中國大型預書機雲20再次傳出了好消息 該機已經順利完成了首次人員空運試驗 獲得包括總師唐昌宏在內的所有乘客的一致好評 人員空運是大型預書機測試的重要項目之一 存在規模大風險大組織難度大等特點 運20已滿分通過考核透露出哪些信息 乘坐預書機和搭乘民航客機又有什麼樣的區別 據了解 運輸裝載實驗室今年運20是非任務的重重之中 那麼接下來運20還將面臨哪些顯難科目的挑戰呢 目前全球範圍內正在掀起新一輪大型運輸機 聯制競賽 俄羅斯日本相繼推出了全新機型競逐國際市場 運20能否憑藉自己的優異性能突出重圍 成為中國製造的又一張名片呢 隨著運20換裝國產發動機時間表的日漸臨近 這款國人期待已久的中國心 又會讓運20獲得怎樣的驚人表現呢 下面我們將邀請軍事專家李立 魏東旭 秦珍為您深入解法 運20首次進行人員空運試驗 檢驗遠程兵員投送能力 乘坐舒適性媲美民航客機 銀含哪些實戰考慮 無論是它作為戰略運輸機去投送 還是作為未來新型的這種空中力量來使用 它恐怕都對這個舒適度是要有要求的 重裝空投獲成運20最大挑戰 國產大運如何挑戰這項世界難題 重裝空投又將如何提升空降部隊 遠程突擊能力 即使遇到敵方部隊的一些抵抗 我們也可以利用更強有力的火力打開封鎖線 那麼完成我們的這樣的一個作戰預想 中南軍情精彩內容 Mark近日 運20運輸機首次完成人員空運試驗 在兩個多小時的飛行中 運20載著乘客平穩飛行 有效驗證了飛機的運輸性能 設計的安全性和系統的穩定性 需要注意的是在運20首批乘客中 大多數是大飛機設計團隊的成員 其中包括運20總師唐長宏院士和都位副總師 提現出大運團隊對運20的充分自信 也為部隊接下來的使用建立了信心 在空運試驗結束後 不少搭乘運20的專業人士給出了試乘感受 一名木星航空工作人員表示 運20起飛著陸平穩 空中沒有感受到明顯抖動 艙內環境舒適 總體感受直逼民航客機 另一名工作人員給出的乘坐體驗是 起飛滑跑距離短 著陸輕盈穩妥 切切實實感受到我們增生裝置的作用 運20首次進行了人員空運試驗 獲得了包括總師唐長宏在內的 所有乘客的一致好評 那麼為什麼會由大運團隊 來充當這次試驗飛行的乘客 他們對運20的滿分評價 體現出了運20怎樣的能力呢 魏老師 我認為這個運20大型運輸機 它首次載人的這種試飛 那麼讓它的科研團隊 甚至包括運20它的總師 來作為首批乘客 進行直接的這種體驗 那麼這樣的一個專業化的團隊 會給出專業化的意見 包括各種性能 包括各種指標 究竟有沒有達到 這種設計的要求 它是有一個最直觀的體驗 有一個最直觀的感受 所以別人還在做 是因為這個人 黑市民的警告 尤其他人 其實香港人認識 他都不見了 太多重 都不見了 意見 極視 然後 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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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军事任务的过程当中 中国联航就曾使用过俄制1276进行偏远航线的飞行 但该机在舒适性方面和民航客机存在着巨大差异 目前只剩下朝鲜等极少数国家仍在使用 事实上 早期运输机在设计时通常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如何让飞机飞得更远 装得更多 有的运输机货舱甚至连基本的器皿设计都没有 飞行时士兵还得穿上厚厚的棉衣 急易产生疲劳或不适 如今 随着各国新一代运输机的投入使用 这一状况已得到改观 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美国的C17 该机采用联邦航空管理局认证的PW2040发动机 造音水平符合最严苛的民航标准 此外 C17还安装了套互为备份的环境控制系统 确保舱内的温度 压力 氧气处于最适宜的状态 由于C17的舒适性较好 甚至成了美国高官出行的座驾之一 2014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克里 就曾搭乘C17从约旦飞往巴格达 从当时的图片来看 克里身穿衬衫 悠闲地靠在椅子上办公 颇有一种乘坐头等舱的感觉 而从这次运20首次人员空运的报道来看 很多乘客对运20舒适性的评价是 媲美民航客机 这充分证明中国大运 在人 机 环境系统的设计上 已经达到了西方同类水平 运20的舒适性已经足以媲美民航客机 这反映出国产武器设计思路怎样的变化呢 李老师 我觉得这个恐怕是从运20更广泛的应用前景来考虑的 运20本身它这个界定就是 在任何的天候条件下 就是极端恶劣的天候 然后呢在跨非常远的距离 大约就是6000到7000公里 这个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我们国土的纵深了 那么你在这样远的距离做长途的空运 我觉得首先是必须要考虑人员的舒适度的 你要没有这个 我觉得这个战略运输机 它自身的价值会大胆折扣的 那么另外呢它恐怕还设计一个设计的这个前景 你比如说运20它是不是仅仅由于空运 我觉得未来未必 那如果说它要是担负像空中指挥机 空中包括这个预警机 那么也包括像其他的一些电子这种侦察机的时候 它实际上的要求的是人员长时间的在上面的要搭载精力仪器的 而这个精力仪器本身 那我们知道它这个可靠性 它对于平稳的要求是很高的 所以恐怕呢 如果说你这个机体本身 你过于颠簸 或者说你在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那恐怕将来我们这些高技术装备上去的时候 它整个的可靠性就会有问题 而且呢 特别是像空中指挥机这样一些角色 包括电子侦察机 它一次出航的时间是很长的 那么有的时候是七八个小时 可能都是常态 那你这么长的时间 如果它不舒适 我想在上面的这个机组人员 它的工作效率也会下降 所以这里面呢 它实际上是两个层面的 就是一方面是我们仪器本身 另一方面是人员自身的 它这个工作的能力 包括带来的这个战斗力的总号 所以我倒觉得 无论是它作为战略运输机去投送 还是作为未来新型的这种空中力量来使用 它恐怕都对这个舒适度呢 是要有要求的 作为目前世界上处于量产中的最强运输机 运20220吨的最大起飞重量 和66吨的最大载重 一直是网友津津乐道的话题 该机理论上可以空运 包括99A主战坦克在内的任何一款陆军装备 也可以快速向7000公里以外 成建制的投送兵力 而此次人员空运试验的目的 就是检验运20远程兵源的投送能力 据报道 此次运20人员空运试验 是我国自主研制飞机 搭乘人员最多的一次飞行 报道虽没提及具体成员总数 但从美国C17运输机102名人员的运输能力来看 运20的最大空运人数应该和它不相上下 这相当于我军一支机械化步兵连的兵力 众所周知 兵源快速投送是战争初期抢夺主动权的主要方式 而战略运输机往往在这里面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 台湾战争期间 美军通过战略空运短期内 向战区投送50万名人员 迅速完成的兵力集结 确保沙漠风暴行动的展开 其中一个最成功的战力是 美军第82空降师临命后 48小时内从美本土启程 达成运输机 远程分析上万公里 作为快速机动力量 首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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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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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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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运物资的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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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型运输机大批量的交付我们空军的相关部队之后 那么可以说我们中国的散兵部队 包括我们其他的这些空投部队和空运部队 就拥有了一个非常靠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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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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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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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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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速集结 快速开进 即使遇到敌方部队的一些抵抗 我们也可以利用更强有力的火力 打开封锁线 那么完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预想 我个人认为他首先要投送的 应该是散兵的专用装备 比如说我们03型的这种散将的这种战车 当散兵部队落地之后 那么也就是说他刚下飞机就可以开上战车 那么可以提升他的这种战场的机动能力 那么有人也提出了 这种U20大型运输机 是不是也可以空投20吨左右的轻型主弹坦克 包括一些轻型的榴弹炮 但是大家都知道 20吨左右的轻型坦克 如果说你要在中低空或者说高空 利用散将进行投送 从技术角度上来讲难度非常大 因为你不仅这个20吨左右的坦克 要占据很大的舱内空间 那么它所配套的散具 甚至包括一些这种缓冲和减震系统 它的个头也非常大 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型的运输机 即使它可以装载主战坦克 轻型坦克或者说一些轻型的榴弹炮 它也不会采用散将的模式对它进行空投 那是不是说我们的U20 就没有快速投送这些重型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其实也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绝招 就是这种低空的不降落卸载 那么当运输机贴着地面进行低速飞行的时候 打开舱门 那么就可以让装备上的降落伞打开 那么利用降落伞的阻力 就可以把这个重型的装备 比如说主战坦克火炮 甚至是标准的军用集装箱 以及军用物资的这种模块包 那么利用这种降落伞的阻力 直接把它给拽出运输机的这样的一个舱门 那么在这种缓冲拖垫的保护之下 我们也可以保证这些物资 或者说重型的武器装备 保证它不受损 那么运输机就不用着陆 不用降落 直接完成这种低空的卸载之后 马上进行这种快速的拉起 就可以飞离这种战区 或者说飞离战场 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式 其实比直接利用大型的散具进行空投 可以说是靠谱的多 而且它的安全系数也比较高 大型运输机对军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被视为一个国家的战略重器 目前已经有多个国家 推出了本国的新型运输机 那么Y20在这当中处于什么水平呢 Y20采用多项前沿技术 或开创国际运输机市场的中国时代 未来大飞机能否成为中国制造新名品 比如说如果A400过于昂贵 如果我们的Y20一方面技术又好 而且我们有便宜 那你欧洲国家也 日本相继推出了自己的新型运输机 在国际市场掀起了新一轮的大运竞赛 其中俄罗斯阻打新型12476运输机 该机虽然采用全新编号 但实质上还是老瓶装新酒 机体仍沿用40多年前的1276 重点升级了数字化航电系统 同时将原有的D30发动机 换装为推力更大的PS90涡扇发动机 载重量也相应提升到了60吨 但就具体指标而言 12476的最大载重仍比运20少了6吨 特别是1276货舱尺寸狭窄的缺陷 在12476上并未得到任何改善 以此在大件装备的运输方面 12476要远远落后于运20 另一款值得关注的运输机 是日本的C2 C2是目前大型运输机家族中的小客头 长度44米 一展44.4米 采用双发设计 最大载重只有37吨 各项技术指标平平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 C2虽小 却隐藏着日本谋划远程进攻战力 和打开国际军火市场的大阴谋 因此需要额外关注 目前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大运热 实力雄厚的俄罗斯 推出了1276的改进型 12476 而从未涉足大型运输机制造的日本 也拿出了C2运输机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扎堆研发大型运输机的现象呢 秦老师 我觉得我总结是三方面原因 第一方面原因就是说 确实像俄罗斯日本这样的一些国家 它原来有运输机 像俄罗斯就是1276是主力 然后日本原来有一个C1运输机 当然C1是一个属于中小型的运输机 这样的运输机 从目前来看 它的研制年代太过久远 1276是上个世纪70年代研制的 日本的C1是上个世纪60年代研制 距今都半个世纪了 所以就说首先这样一些飞机都非常的老旧 而且技术性能逐渐的落后 机体寿命也逐渐的到期 所以这样的国家 它确确实实需要有新机型 来替换这些老旧的运输机 第二点我觉得就是 这些国家希望借助这样的大飞机的项目 无论是新研制还是改进 维持一支研制队伍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再先进的武器装备 实际上最终归到最后是有人来研制 需要有人才 人才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不光是理论上让它传承 还需要有项目让它练兵 通过这个项目 它结合自己的理论 它会发现问题 它会组结经验 它会逐步的提升 所以没有项目给这些科研人员 长期以往的话 那么整个它这个知识就断代了 它要再拿起来 再研制新飞机就非常的困难 所以无论是日本 无论是俄罗斯 它研制新飞机 肯定是为了继续的维持这支队伍 而且当时日本在研制的时候 它同样有一型号还叫PE 它两个大飞机同时研制 有些部件还可以互换 当时外界普遍的评论就是 日本借着这个项目 维持自己大飞机的研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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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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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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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已经有了时间表 他介绍称 大概在明年或者后年 就能看到装着国产发动机的运20了 去年末 一架运20出现在了炎凉的马路上 现场照片和视频显示 与已经公开的各架运20相比 这架试验机的发动机挂架 发生了明显改变 暗示运20可能已经开始 换装国产涡扇20发动机 据网络资料显示 涡扇20采用太行发动机的核心机 最大推力达到16吨 是未来中国大飞机项目的 主要配套动力 现在随着运20焕发时间表日渐临近 代号涡扇20的大寒道比发动机 已经出路端倪 有细心的网友还在专业刊物上 寻找到了涡扇20的蛛丝马迹 这也出现出国人对大运 中国心的强烈期待 相信随着相关信息的披露和公开 这个困扰人们的心结 将被很快解开 运20焕发让人期待已久 魏老师您能给我们具体讲讲 焕发后的运20会有哪些变化呢 如果运20它换装了我们国产的 这种大功率的发动机 那么首先它的运力和航程 都会得到提升和这样的一个延伸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把运20 它所有的潜能和这种作战性能 全方位的给发掘出来 那么一旦运20换装了更大功率的发动机 那么这就意味着它在高原高海拔地区 也就是在这种缺氧的环境当中 那么运20它的可靠性能也可以得到提升 可以为我们的山地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空投的补给 也可以把一些这种重型的部队快速的投送到山地地区 或者说高原地区的这样的一个一线战场 那么更重要的是一旦运20它实现了这种所有的核心系统 尤其是这种大功率发动机的这样一个国产化 那么未来无论是我们中国军队装备 还是一些民间企业装备 那么它整个的单价和成本也会大幅的降低 那么未来当我们中国空军已经装备了一定数量的运20 或者说它同时满足了我们国内的各种各样的需求 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把外销版或者说海外版的运20 推向国际市场 换发后的运20无疑会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那么中国的运20能否凭借自己的实力打入国际市场 成为继高铁之后又一张中国制造的名片呢 在中国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 中航工业大飞机办主任朱谦曾透露 运20运输机的市场主要在国内 在技术成熟后 有望研制出出口型面向海外市场 分析认为 在美国C17运输机2015年停产后 国际大型运输机市场出现了有价无事的局面 因此 运20有望凭借自己的优异性能 开启国际运输机市场的中国时代 从运载能力来看 运20220吨的最大起飞重量 和66吨的最大载重 已机身世界十大运输机阵营 在目前投产的运输机当中 运20主要技术指标也是遥遥领先 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如超临界机翼技术 动作捕捉技术 以及数字化综合航电技术 特别是飞行管理系统和快速仪态网 曾被西方视为密不外传的核心技术 最终也被中国科研人员成功拿下 使运20机载系统的性能和水平 全面超过美国C17 从价格方面来看 先进大型运输机 一直被美国独家垄断 价格居高不下 其中印度采购的美国C17 单价一度超过5亿美元 而考虑中国制造一贯低成本的特点 运20将更容易 获得预算有限的买家的青睐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 运20的市场竞争力是非常强的 那么未来运20在国际市场上的前景 到底怎么样 未来中国的运20 会不会出现大卖的情况呢 李老师 我倒是非常期待这一天 因为现在从整个世界的 高端运输机的行列里头 确实有一些产品 你包括像A400 美国的C17 那么包括像我们这个未来的大运 但这里面它有一个就是C17 它本身的生产线已经关闭了 2015年 那么A400呢 更多的呢 它还是欧洲国家的标准 但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些年呢 我们通过整个的世界军贸的这个舞台 我们逐渐探索出了一条 我们自己的道路 也就是这个装备呢 我完全可以按照 按我现在的技术水平和能力 比如说你要购买我这个运输机 我按照你购买方 你的详细的技术指标 和你实际的需求 我可以做给你自己量身打造的设计 这个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年 你包括我们像无人机的这样一个 就是在国际主台上的大麦 那么也包括像我们的高端的这些战斗机 那么也包括像我们的主战坦克 包括像防空导弹 它们实际上有个很重要的中国标签 就是一方面我们的性能 是符合世界主流的标准 你包括这次云20 它为什么说可以 或者很有前景 作为未来的主力运输机的世界性的品牌 是因为它这项指标 几项技术指标都是过硬的 首先就是最大起飞重量200多吨 那么这个我们完全是拿得出手的 响当当的 其次就是最大的载重量60多吨 那么这个60多吨的概念就是说 现在你陆战场的最重的坦克 我都可以给你搭进去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想它未来的适用前景是很大的 你比如说中东国家需不需要 我觉得是有市场的 那你说亚太地区 很多陆战场 就是说可以说陆地的这样一个边界线 很长的国家 它肯定有这个需求 比如说如果A400过于昂贵 如果我们的运20一方面技术又好 而且我们又便宜 那你欧洲国家也当不住也会采购 所以我倒觉得呢 未来它会有一个很好的前景 好的 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解答 聚焦军事新闻 关注创业资讯 感谢3158招商加募网的大力支持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我是梁秀宇 欢迎您在下周六晚同一时间 锁定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下周见